嗯,才下课了,My class is finished 今天教科学,我有能吃牛排的 也是同样的一个餐厅 嗯,我这天也是来这边吃 它的steak 这是tenderloin steak 我不懂牛人哪一个部分,but it's tenderloin steak 如果steak的话,它太硬了 这边有牛肉,还好大概60块钱 麻痹60块钱,还ok 我有吃过是最贵的,差不多400块 它是和牛吧,吃和牛可能要400,这才60而已 吃了我回家五睡一下,我觉得我很累 6点多,这是我的晚餐 我看我今天要早睡,我感觉特别累 嗯,前几天都在听歌 嗯,然后 然后 再,等下我去买书,我觉得太重了 那些 好,太冷了,看好病 我的,还没有好 我的吃,这个吃的好吃了,不讲话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今天那个司机载我 这个是一个比较老人家的司机 这个是一个比较老人家的司机 不然是60岁还是几岁吧 然后这个司机就跟我说 哎,你是那个谁谁谁某某人的孙 are you the granddaughters of so x and x so so and so 我就说,是啊,我是那个谁的孙 然后就说,然后他就跟我 你是不是有认识一个司机 之前有帮你在哪里哪里在 你不只把他拉黑了 还把他 差点报警了嘛 你丢在路边还是什么类似 那我讲,哎,你怎么懂这件事情呢 我叫车的事情 这个事情,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委屈 然后你说,现在因果真的是很快 然后这个司机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前几天前他讲 他在机场就打了这个男生 他讲,我讲你怎么知道跟我讲的这个人是谁 那个男的呢,是大概四五十岁 四十多岁的叔叔 他会有一点坏 因为当时 呃,我的印象中是我买了水嘛 要我打包了四杯水 他说你不可以上我的车 你必须要把那个四杯水给喝完他 然后,好害羞 ok,我在吃这个牛肉 然后我再跟你们讲的一个故事 哎呀,这个我弄掉了,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过后呢,这个司机就 帮我拔很多很多的书 刚才我卖了差不多有七百块钱的书 放弃中心 他就帮我抬下去 因为很重 我刚不了 抬不了 然后那个司机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他讲他前几天前 在机场也打了这个男生 我讲你为什么打这个男生 然后你又怎么知道我的故事 还打了这个男生 这个男生呢,真的是没有家教 而且讲话也 态度也非常非常的不好 他的仪器也不好 因为趁着他的哥哥是做警察 然后他就是那种礼貌非常不好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